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这个视频我们聊一下 曼联跟曼城之间有什么区别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 是曼联的粉丝 可是曼联在最近的几个赛季的表现呢 都比较糟糕 现在是一个新的赛季 而进入新的赛季两场比赛 总结下来呢 曼联 他赢了一场对富勒姆的1比0 输掉了一场对布莱顿的2比1 反观曼城这边打的比较从容啊 两场都是获得胜利 一场是对切尔西的2比0 另一场呢 是对 伊普斯维奇的4比1 所以 还是觉得曼城现在状态也好 实力会更加强 而我们来看看究竟双方之间有什么样的差距 首先 我们的本队啊 就是曼联呢 它是一个具备有非常浓厚的历史沉淀意义的一个球队啊 带动了在足堂当中呢 呃 传播给媒体 或者说是呃 有 拥有非常巨大的庞大的粉丝量的这个这样的一支球队 对 它的商业价值是非常高的 而它的商业价值体现在很多的地方啊 体现在 呃 各种的球衣啊 门票啊 呃 股票啊 或者说是 呃 这个呃 球员之间的买卖啊 对吧 而曼城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曼城在以往很多很多年前的这个 呃 呃 也是一种历史记忆当中呢 它给人感觉就是它 枉于曼联啊 就是它成熟期枉于曼联 他枉于曼联 但是 在最近的一些年以来 它屡屡都能够获得各种的冠军所以呢 呃 曼联是 呃 非常值得期待的一支球队 所以 其实最核心的问题 很多人都在讨论它双方啊 同城死敌 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呃 我以我的角度 跟大家来分析啊 我带给大家是怎样的思路呢 就是我们单纯 来看足球本身 啊 看竞技水平之间的不同 一个重要的点是在于中锋的不同 啊 中锋 呃 呃 曼城或有的是 哈兰德 哈兰德在前面 去做冲刺 它足够吸引目光 足够吸引防守人员对它的包夹 而在此呢 它能够给左路右路或者是各种的空档呢 呃 带来的非常多的这个 就是 无球跑位的灵活性 那么我们反光来看曼联呢 呃 卡萨米罗或者霍玉伦或者是 呃 麦克托米娜等等 打中间或者是中前场的人呢 他没有任何一个人 他是具备像哈兰德 呃 这样的一个牵制力的 就是中锋 他其实在联盟当中 他非常可贵 其实曼联 呃 在本赛季也有 呃 做一些呃 人员的这个调整 或者说是在 球员转回市场上的投入了一些 呃 买人啊 就是买球员呢 其实他投资呢 他是缺乏智慧的 呃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在 足球竞技本身的这个变化呢 就是中锋这个点 啊 曼联是缺的 那么中锋是什么呢 其实简单简单来讲的话 我们要讨论人员啊 就是哈里凯恩啊 哈里凯恩 当然了 他是在拜人这边踢的 也目前没有说离对的这个消息 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是不是可以去引进 卢卡库呢 卢卡库现在在 在跟纳不勒斯之间呢 在呃 交接吧 可以说 或者说是奥斯梅恩 呃 或者是来往等等等等的这一些呃 中锋的这人员呢 他必定要有一个中锋去牵制之后啊 那么曼联 其实 呃 最重要的核心在于有中锋的牵制前提下呢 去打走路 走路的拉斯福的啊 或者走路打的时候 去年 上一个赛季打的加纳桥 无论是怎么样 他都能够创造出一些 呃 机会出来 为什么加纳桥能打得好呢 是因为霍伊伦跟 呃 麦克托米娜在去年打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 创造出了一些机会 那么呃 如果是把加纳桥放到左边去打 那么就会变成了拉斯福的被调动到了这个中间去打呃 伪中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所以 曼联实际上是他的问题是没有中锋 那么我们再来看在一个中锋牵制的环境下呢 呃 曼城他有德布劳内啊 给他做侧应 德布劳内能够在一拿球的时候就能够看到30米以外的前方人员的位置 而且一脚精准的传球呢 能够就是踢窗啊 对方的防线 呃 落到了 各种的人员的脚下 对吧 因为跑动在前面比较多的是这个哈兰德 所以他 能够把球送到哈兰德的脚下呢 哈兰德能够接得住 那么再创造出身体对抗在呃 单挑门将 然后得分 这是哈兰德 得分的一个非常多 剑的一种场面 对吧 所以 中锋的重要性就出来了 对吧 然后 如果是有中锋的话啊 那么还缺什么呢 曼联还缺什么呢 就是稳定性 为什么曼联缺稳定性呢 因为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这个 呃 安东尼 他打右路 他突然在第80分钟被腾哈哥 安排上场之后 如果他表现的好呢 那么下一场就安排他第一首发吧 呃 再者来讲的话 就是麦克托米娜 麦克托米娜上一个赛季呢 据说就是说拯救了腾哈格 这个这个呃 主教练位置的这个样一个球员 那么他踢的好的时候 那腾哈格就能够安排他去踢手发啊 或一轮或一轮也是一样 那什么意思呢 谁踢的好 谁就是手发 谁踢的不好啊 就是后面呆着 那么没有一个稳定的 固定的一个模式啊 球员之间呢 他没有形成 默契没有形成一个惯性思路 对吧 所以你看呃 曼城这边就不一样了 德布朗内打中间 就是中场啊 侧动 传球 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如果 呃 德布朗内被 对方切断他的 他跟前方的连线的时候 这个时候谁了 罗德里 罗德里来做侧动 这是曼城固定的这个模式 找不到 就是说 呃 曼联找不到的 一种固定的模式啊 他的人员的轮换性他变化太大了 他没办法去做到一个 呃 就是非常 呃 有惯性的一种 十路的连结跟呃 成长 对吧 其实曼联有 好的人员啊 其实你们再去回过去年 曼联对曼城 曼联 2比1战胜曼城的一场比赛 呃 我认为曼联是可以打 逼费拉斯福德 还有卡萨米罗去做连接的 对吧 以他们为核心做连接的三角形呢 再去增加右边你加纳乔也好 安东尼也好 或者是霍卫伦也好 迈克托米纳也好 你你要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不要太变化太大 对吧 你才能成长 不然的话就说呃 腾哈格老师在跟这个媒体说啊 今天需要有球员能够站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种东西来的 就是你的思路要先出来 你的战术思路要出来的 战术思路你 呃 打侧动 稳定的人员之间的站位呢 呃 有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啊 谁站在哪个位置 你是就说呃 闭着眼都可以传球传好的 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 呃 再加上瓜迪奥拉 他打传控 再结合公式足球 然后再 其实是一种三角配合的战术 啊 这是我 对足球场面上的一种理解 好吧 那么今天 所呃 讲的主题是曼联跟曼城之间的区别 那么我认为 最大的区别就是主教练的智慧了 好吧 谢谢大家